今年初台湾大妈掀起抢人民币热潮 不过这波热度可能会暂时熄火 跟着中国人行降息脚步 国内银行业者的人民币定存利率也跟着下调 第一银行张银 玉山银 上海商银 一年期利率从原本3%以上 现在全部落在2.7%到2.98%之间 降息之后其实我们 我建议啦 那本身已经有投资的人 因为从高利益定存到现在 应该还没有到期 那你就持有到到期就好了 利率还是会比现在这句存来的高 如果存10万人民币来计算 利差高达0.6% 一年利息就相差600元 大约台币3000多块 实在落差很大 不过专家认为虽然少赚利息 不过还是可以赚到会差 人民币对于美元来说 可能不像过去一直涨 那可能会走到一个盘整甚至还扁 但是台币有可能是因为受到 像是日元然后韩元这样的净扁风潮 台币贬值幅度应该比人民币更高 专家建议除了定存人民币计价的 债券型基金高收益债之外 中国股票型基金 今年以来投报率高达6.79% 都是参考的投资管道 三连新闻于城湖城一届台北报道